現在有一種最夯的拳法叫做爆水果拳 本土劇設計的捏爆水果啦 像是橘子啦 蘋果等等的橋段 引起大家的熱烈討論 甚至還有人因此模仿 那麼這個拳法的始祖雷虹 現在還要挑戰水果之王榴槤 輕輕鬆鬆捏爆橘子 雷虹不愧是爆水果拳始祖 捏蘋果小case啦 可別以為只有這樣 為了回報當年提起他的諸葛亮 雷虹要挑戰水果之王榴槤 榴槤都被捏爆 雷虹果然厲害 原來其實是有訣竅的 身為爆水果拳始祖雷虹覺得 其他戲劇裡的爆草莓拳 爆蘋果拳 雷虹說這些橋段都很有創意 但令他意外的是他捏爆橘子 竟有女人覺得超man想打破他的小三 我也想要就是當你小三或什麼這樣做 這個啊 這個 這個 也有這個情形啦 也有這個情形啦 但是 這個講不太好吧 哈哈 不過已經有五個老婆的雷虹提到小三 這個詞還真的有點給他尷尬 雷虹天新聞林東銘顧名台北天王報導